其實見到榜都動得多厲害 待會都問一問兩位 即是英國方面的情況 現在先跟進一下美股的表現 早段都比較反覆一點 敏感望一下資金流方面 其實截至星期三為止一個星期 美國的股市基金流出是258億美元 是有紀錄以來第三高 即是望一望 美股三大指數 月初至今其實都真的跌了不少 標指就跌 都靠近7% 道指都跌了近6% 其實見到資金流出是正常的 但短期來說 美股的調整完成後 還需不需要再跌下去呢 很難說 因為這次走入10月 環球就會有比較緊張的事件 英國脫鉤的貿易協議 又要在10月搞定 接下來開始越來越報大選 這個行程大家當然要穩陣一點 剛剛上個星期是跌得這麼厲害的 錢部分計數離開股票市場是正常的 大家就在這段時間 其實就應該盡量不要這麼重創 但是那個市場 你說蠟子 它真的比較走勢 比較難看 穿了比較關鍵的位置 10,088的那些穿了 下到10,600幾點 如果再下跌 其實可能會試到下到10,000邊的 大家就要注意 但是如果這一兩日可以說 咬一條腰上去10,088 就好一點了 看看貴結 然後就有幾天 到了貴結 會不會有些粉飾廚窗 拉高一點點 因為阿文提到納資方面 科技股看到都流出了差不多10億 其實就看回數字 19年6月以來最高 當然大家都看到納資的高位 12,074點 即是9月2日的時候 現在計一計數都在下跌 即是靠近一成 當然 五大科技巨頭的FAANG方面 拉著市跌 即是跌 跌得少的就約一成一左右 跌得多其實跌近兩成 Triston 其實就算 今天來說市況叫穩定一點 沒有再跌 即是投資者方面 在板塊選擇到 還可不可以選擇科技股 但是剛才早段也跟兩位談過 就算你選擇其他股份 即是金融股 那些好像不是太吸引 現在來說 科技股無論是升還是跌 其實都是那幾隻最大型的公司 在佔一個主導作用 基本上都是佔了絕大部份的 一個升幅或跌幅 即是無論是好市或不好景的時候 但如果真的轉去其他板塊 例如回到舊經濟 的確不是真的非常理想 因為你剛才提到金融股的話 就肯定未來的一段時間 都會非常困難 經營這一方面 一來利息收入 是受到壓縮都比較厲害 因為現在的利率 一直長期低企 你們現在說起碼2023年年底都不會加息 甚至有可能會維持更加長的一個時間 因為聯儲局你最近看到的話 是真的說如果它的平均空盡 未達到百分之二 就肯定不會加息 然後如果勞工市場 又未就業最大化 又不會加息 所以其實金融股就應該說 特別是銀行 可能是未來幾年的經營環境 特別是歐美這些零利率 負利率 國家的地方 就非常之困難 所以說如果你是怕科技股波動的話 但是不代表真是轉去其他舊經濟 就一定有運行 如果是真是怕股市波動的話 要不就真是減少在股市上面 投資的一個比重 因為如果你第四季 剛才文敢提到 真是英國脫歐 還有真是有可能現在看到疫情之後 又反彈 其實英國都可能會受到一個雙重打擊 無論是英國或者歐元區 整個歐洲都是見到 是跟貿易協議的談判 以及整個大陸的疫情反彈 都是比較嚴重的 跟著又美國大選 如果萬一是真是美國的投資者 看到是拜登的優勢 仍是在民調可以保持的話 跟著民主黨可能又是真是 未來有一個加企業稅 這些機會的話 其實對投資者 都是有一個壓力在 所以說其實第四季來看 就整個股市的投資氣氛 就應該都不會太好 Tristan幫我們數了很多 即是叫做第四季 又或者是未來這段時間 即是那個不利股市的因素 其實另外也要留意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美國經濟方面 因為大家都看著新的紓困計劃 到底行不行呢 摩通就因此調低了美國經濟的增長預測 原本第四季就估計增長有3.5% 最新就剩下2.5% 今年全年GDP都要跌4.2% 明年美國經濟只有2.3%的升幅 摩通也提到 兩黨達成協議機會 其實就真的越來越低 他們因此就調低了第四季的預測 敏感師問問你 最新的方面消息 民主黨最新想拋出來的那份 叫輸困計劃 兩萬二千億 大家聽到的金額 其實都知道 城市機會真的不大 兩邊的分歧其實很大 因為其實看到它的新書困計劃 也是做回那些事 失業援助金 派錢 就是那個薪酬保障計劃 PPP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那個總金額 就是之前我們在談的是 約一萬億 一萬三千億 它還繼續拋出兩萬二千億 其實似乎這個書困計劃 通過的機會不大 是很有趣的 聯署那個官員 每個人都出來 就希望各會 就將這個書困數次 趕快拿出來 就做回一些財政政策 解決了這個經濟的問題 好了 但是民主共和兩黨 在這個大選的前夕 大家就當然要用自己的 用盡自己的方法 為自己股票 民主黨當然希望派多一點 共和黨 其實它拿過一個 就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幾千億的方案出來 那就實在不行了 這次兩萬兩千多億 會不會這一次談完之後 大家就再踏一步 可能去到 萬二三億 就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呢 在一個總統選情 民主黨的暫時領先之下 它當然是咬著你不放的了 這件事情 對美國接下來 第四季的經濟影響是很大的 如果有一個薪困措施 就可以捱得過 如果沒有薪困措施 有些企業 可能真的 到了第四季 都要倒閉 民主黨提到 有些企業要倒閉 大家立即想到一些航空業 因為其實財長武蔭 都已經說明了 在現有的許可權 在三月那堆紓困法案 也好 其他法律也好 其實都已經沒有方法 可以幫到航空業 避免的裁員 其實看回三月那一陣 的紓困法案 就批了二百五十億 就說航空公司 九月底都不准裁員 看看還有幾天就可以裁員 Tristan 其實如果政府 這次共和和民主兩黨 做不到新的紓困法案 航空業的裁員 就似乎勢在必行 擔心有些骨牌效應 做出來 令到有航空公司有機會倒閉 影響其他小企業 令到整體美國的經濟環境 變得更加差 我想兩方面來看 如果對航空業來說 其實真的說真的 你大規模裁員 在很多地方 可能最後都無可避免 因為雖然你一直希望拖 或者希望可以等到 真是經濟復原 但很明顯現在的航空業 它整體的一個生意 或者業務來講 是真的非常之萎縮得很嚴重 所以我想真是大規模裁員 就其實真是 始終最後都無可避免 因為當然你如果說 真是不想見到裁員 你可能有再繼續換助 或者是推繼續的方案 來救助他們 但這個是不是真的 一直可以維持下去 或者是否甚至是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這個始終都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考慮 所以我覺得是時間問題 裁員始終是可能是無可避免 因為你現在看到全球對航空業的一個需求 你是不可能好像在以前 可以是僱用不了這麼多員工在這裏 所以其實這方面壓力是大的 但如果是否真的有骨牌的考驗 我又不會真的太過悲觀 因為你見到其實 舉例很多地方 其實你現在看到是 航空運輸的需求小了 但其實很多電子商 其實內陸的一些運輸 無論是火車或貨車這些方面 在美國來看 反而的需求還是非常旺盛 因為多了很多貨物 無論是出入口或是在國內不同的州份運輸 看到貨車或火車的需求 反而是他們的運輸量大了 所以如果你說整個交通或物流業來說 我又不覺得是真的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國泰校已經在 Tristan也提到 飛機飛不到就可能做些其他方法 火車各樣東西 其實見到美國方面的經濟顧問 富得樂其實都說到 到底還有沒有錢可以幫到航空業 他又說到之前輸困計劃 裡面還有1300億美元就未用到 但是到底能否幫到手 就這個後話 另外也看看疫情反彈方面 歐洲多國放鬆了一些疫情措施之後 其實都看到疫情就顯著反彈 法國方面星期四單日 新增超過16000宗的確診個案 巴黎就說計劃收緊防疫措施 做些禁止公眾地方十人聚會等等 就是敏感這些措施 我們香港人就很熟悉 但是外國方面始終都不太適應 看到一放鬆之後 疫情就立即反彈了 疫情想消退的話 是否真的只能等疫苗呢 一來你疫苗 其實現在說一下說一下 原本說接近第四季有機會 可能現在 美國那邊就說到可能要去到第一季 甚至明年第二季 才有機會有疫苗 那你如果做不到社區防禦措施呢 那你沒辦法了 現在你好像看到大家 就真是佛系抗疫了 寧願感染完之後 希望有一個抗體 那這個對於整個整體 整個歐洲的醫療系統 整個經濟 就影響很大 因為你隨時再叫停整個經濟 接下來我們看到 從啟經濟之後 從頭兩個月到第三個月的經濟數據 已經開始走下坡 現在整個歐洲 英國、西班牙那些疫情 這樣爆發 很大機會再叫停經濟 接下來歐洲 你說再等它復甦 就連累無期 不過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歐洲和英國兩個 在這麼嚴重的疫情之下 可能談貿易協議 是有些一線生機 敏感這個說法 我也有想過 因為兩邊的環境比較艱難的時候 可能聊天容易一些 因為看到英國方面 自己也不太好過了 單日新增6634宗 創了一個紀錄新高 他們的衛生大臣下確然就估計 其實現時英國方面 每天實際確診人數 大概一萬人左右 他就說到 還比疫情高峰期低 但是看到英國這次 就好像反應很快 因為政府已經公佈了 新一輪的補就業計劃 Trisden其實 人工就出三分一 延長企業償還貸款的時間 做半年 今次是否真的見到 英國政府的反應快了 因為始終拿了經驗的時候 對英國當地的經濟 幫不幫到手 我想如果你說真的 政府還是繼續推一些資助的措施 或者輸貫的措施 其實對經濟會有一定的支持 但如果看回最近這些將會推出來的措施 其實說到規模 或者支出來講 就應該是小過之前 都是比較明顯的一個幅度 所以說如果這一次是單靠政府這些新的措施 就可以繼續保持失業率 不至於飆升的話 其實我相信這個難度都會大 我想如果你看回未來兩三個月的數據 相信都會見到英國的失業率 就會重新上升 因為你看到這一次的新的資助措施 跟之前那一輪其實的力度 就應該說是比之前是弱了 所以如果是你重新是疫情又反覆 跟著很多韓國業的經濟活動 又受到打擊或者停頓的話 如果這個政府的一個資助措施 是沒有之前是這麼大 我相信英國的經濟都很難避免 在未來這幾個月都是一個出現比較大的一個效果 因為相信之前就是希望繼續這樣復甦 但現在很明顯就是去了重新 又是一個趨勢在轉弱的一個情況 跟著本身剛才提到說 真的會不會反而這樣對脫歐談判 貿易這一方面有推動兩個地方 即英國和歐盟會不會更加大的一個妥協 但是不要忘記就是因為 月刊上一方面都已經定了死線在10月中 如果談不成就真的要貿易這一方面 沒有協議脫歐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個死線 現在時間真的鎖靜無多的時候 可不可以怎樣做到妥協呢 我想這個難度還是相當大 看見了無論是疫情方面也好 甚至乎脫歐協議方面 其實榜今日都抹價抹得很大 最低到1269 最高上過128 現在127左右 如果有敏感還有少許時間 榜要落的話 還要落到甚麼位置 如果它下面就是125半 126的位置其實都很吸引 即是看它真的如果沒有協議脫歐 它要行負利率 最多都是125停一停 再落也不會低得到123 我自己看落到125都可以買的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都夠了 跟兩位談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節目 我們來看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